我们的记者将带着大家一块到专家的家里面去探秘 据说专家家里面有这个一年四季必备的灵丹妙药 啊 能够解决全家健康问题的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灵丹妙药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记者第一站来找的就是健康生活的老朋友文老爷子 说起自己家里常年必备的保卫家人健康的东西 文老爷子顺手就给我们拿出一个小瓶子 说是已经做好的 什么呀 我一年四季必备的东西就是小茴香 还有就是花椒大料 胡椒粉 这个东西 但是重点还是这个 小茴香 小茴香 这不是一种香料吗 基本都是放在厨房里面做调料用 能够保卫家人的健康 它可以入很多精啊 它入你看 肝经 肾经 脾经 胃经 就是这么四个经络它都能够入进去 所以说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你看 它有温肾 散寒 礼气 和胃 肾虚 腰疼 肚腹 肚腹 肠满 欧吐 少食 其实女同志的痛经 你看多好的东西 这是最好的好的东西 我建议大家 家家都准备点这个 原来 吃小茴香能够入经络啊 您听听 有什么肝经 肾经 脾经 胃经 别看东西小 原体的几大经络可都涉及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